身体语言 它表达出来的内容 它让人感受到的内容 就是在文字中那种没有说出来 但是通过它的身体动作 身体姿态 表情 毫无疑问地表达出来的那一部分 没有被文字表述出来的内容 这就是身体语言的力量 就是我们通常认为 语言是我们得到信息的一个渠道 文字是我们得到这样的内容的渠道 但是研究显示 身体语言和文字语言加在一起 进行的总体的表达当中 文字语言所能表达的内容部分 只占百分之三十 大约还不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 不仅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通过文字所能够了解的 可能是非常局限的 我们必须去看 去看到它的身体 看到它的表情 才能知道它的真实含义 在整个生活和社会中 是这样的情况 这是 安斯坦和他握手 这是一些人 他们在模仿星星的动作 从而重新学习这样一种语言 我们找两个领导人 我们看一下领导人的身体语言 这一只猩猩它是叫做银背 它背上的毛是银色的 因此它背叫做Silverback 它叫做银背 对不起 对不起 理解了心性和我们共享这种语言 就是说不仅我们了解身体语言 心性可能更了解 更本能的了解和使用这种语言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政客 他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 他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 这名政客他的表情 他完全不流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他站在一个讲台的背后念讲稿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人们注意他讲稿中的内容的话 那么实际上和他的身体语言是背道而驰的 他的身体语言所表达的含义 只是说 只是说你听我念什么就好了 你听我 你按照我念出来的这些东西去做就好了 我不想让你了解我 为什么呢 他的身体 他的表情全部被延长 他只是在念一份讲稿 因此这个时候 就说这种古老的政治游戏 大家就可以理解 如果你用身体语言来 听这些政客讲话的话 那么你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 他的身体语言 其实在告诉你一个非常诚实的表述 他不想让你了解真相 他只想要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OK这就是身体语言 那么身体语言这种 如果当我们了解到身体语言的话 我们看到他在历史中出现的时间 如果以星星 我们对星星的研究 星星和人的 星星和人走向进化分支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在600万年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星星已经掌握了身体语言 掌握了政治语言 一种非常强悍的语言 尽管他们没有掌握中文英文或者法文 但是星星的身体语言表达能力 控制能力和政治能力 这个时候我们对他们的这一系列能力 我们就需要刮目相待 OK 这一份视频是 ToBeAlpha上传的 2014年上传的 视频的名字是AlphaMail National Geography of Study 那么我的一些背景资料是在这里的 它的原文件是在Ghub的Ghostory下面 我在其他视频里面也会 也已经用过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是从这个远古的时期一直到近代的时期 到2016年 从很多很多亿之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身体语言和现代人类行为 历史的表达就是这么强悍 就是说身体语言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历史内容 OK 谢谢 谢谢 拜拜